大家質疑香港機場的發展空間 或者是否值得建第三個機場 我覺得大家要看整個世界旅遊的趨勢 2015年的世界旅遊組織有關的統計顯示 全世界每年出外遊的人數是增長3-4% 亞太地區的增長幅度更大 可以說未來十年 即是無論是香港出遊的人數 或者是世界各地經過香港 或者是來香港做目的地的人數 都會有一個同步的增長 可以這麼說 就算不計我們的增長率 和自然增長也有這麼大的需求 所以我希望遇要人士 包括剛才反對第三條跑道的人士都明白 這個增長是一個自然規律 不是說哪個地區突然增長我們的需求 因應某個地區 這是世界的趨勢 剛才有一位不適師打這位先生提出 他一年開始新加坡 他對新加坡的情況相對比較了解 新加坡現在在2006年已經起了第三條跑道 最近準備擴充 他籌備了第四條跑道 準備在亞太地區 我和阿畢先生 我回應阿畢先生 我不是不回應你的講話 空域另一件事 或者空域問題 空域問題 阿畢先生 阿畢先生 請你不要 阿畢先生 我未叫你講話 請你不要出聲 好嗎 阿畢先生 要看回 去到新加坡第四條跑道 準備籌見 在2013年 到2013年 十年 之後 新加坡的接待人數 由他們 2013年 五千三百七十萬人次 準備增加一倍 即是一億人次以上 在這個競爭之下 我覺得 將來可以這樣說 新加坡現在的聯盟發展得很快 他們差不多有20%的聯盟 香港只是單位數字 即是說 如果香港第三條跑道不開的話 你們 或者我們年輕人好 或者我們做一些旅遊的時候 我們的競爭力會差於新加坡 我們買一張機票 想便宜些都很難 因為它受制於航空降落的次數 所以 我希望 大家明白 第三條跑道 對香港經濟 對我們的消費 市民來說 是有很大的幫助 我想問一下 阿畢先生 你會不會擔心 新加坡將來在旅遊發展 會超過我們呢 你們會不會擔心 以後我們市民的承受 機票的價格 會比現在高 而消費方面 會受到更大的壓力呢 阿畢先生 主席 第一個問題 我想反問一下姚議員 幸好 雖然你代表旅遊業 那我都叫做讀過三 高生高中的時候 我都讀過三年旅遊業款待 都答得上嘴 我想問你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做 容納量的問題 到底香港人沒有那麼多容納量 去容納全世界的人 來香港旅遊去旅行呢 去擴建機場 去容納全世界 是否一件可行的事呢 第二 新加坡你說在第四條跑道 新加坡是一個獨立國家 對不對 那他也不需要擔心空域問題 那他不會 他不需要跟馬來西亞 或者跟印尼去談判空域 對不對 那就算他需要也好 畢竟他也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 而香港不是 香港作為 香港雖然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但現在你談空域共管的時候 那現在就是犧牲著這個問題 我想問姚議員 姚議員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的情況 或者到底 是不是真的 簡單說 或者我又再換個行法 到底 你是不是真誠地覺得 新加坡的情況是真的適合香港呢 如果是的 請你支持香港獨立 多謝各位 請各位議會者不要在這裡拍手